好那我也請教楊老師 事實上普丁內部 也有這個政治矛盾 政治風暴跟壓力 一方面他本人可能有政變兵變暗殺的兇險 另外一方面 包含美軍跟國際戰略專家都在觀察 俄羅斯很有可能面對再一次的解體 是 這個的確是很可能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就是普丁目前面臨到 我認為是他從政以來最大的危機跟挑戰 就是他在外部上 俄乌戰爭這個節節敗退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另外一個他受西方國家的制裁 在經濟上他也遇到很大的打擊 不過我們在談說這麼龐大的一個帝國 他會不會可能瓦解 我認為最重要還是在領導人身上 所以剛剛提到說 這個普丁有沒有可能遇到什麼樣的情況 我們前車之鑑 我們從這個過去的極權國家 他們的領導人在地散的時候 大概有這幾個可能的情況 第一個就是當這個領導人 這個極權國家領導人 他如果因為是生病 或者是因為個人的因素 他因此的下台 那通常這種情況呢 就是因為他出自於他自己主觀的意願 所以他可以透過指定接班人的方式 或透過垂簾經濟的方式 繼續來掌控這個國家 不過這跟他個人的權力 能不能夠繼續延續下去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當他的權力基礎 還夠穩定的時候 他可以指定他的接班人 他可以透過垂簾經濟的方式來進行 但如果他的權力基礎是不穩固的話 他很有可能會遭到清算 這種方式的下台 這是自己一個主觀意願的部分 另外我們談到的說 如果領導人他不是因為他自己主觀意願而下台的話 那我們談到的就是政變或暗殺這樣的可能性 我們來看看過往的例子 俄國他自己過往的例子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俄國是參戰方 那麼在那個時候我們都記得 當時候俄國的這個政權是沙皇政權 不過那個時候德國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秘密的把當時候的列寧送回到俄國的境內 然後列寧也就因為在1917年的時候 推動這個共產革命 讓蘇聯得以成立 然後所以當時候的俄國 後來就直接退出了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一個國家的內部 特別是集團國家 他要出現政變的話 他需要一些客觀的條件存在 客觀的條件就是 這個國家有沒有另外一個 可以取代當前目前 這個領導人的其他存在 現在的俄國情況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如果我們回過口去看一下 其實德國正在做相同的事情 如果各位都還記得的話 俄國有個反對派領袖叫做納瓦尼 那麼這個納瓦尼他之前在2000年的時候 他就成立一個新的政黨 叫做統一民主黨 從那個時候納瓦尼就開始站在普丁的對立面 他甚至稱這個普丁的統一俄羅斯黨是一個騙子跟小偷黨 那所以後來這個納瓦尼他開始就在監獄裡面進進出出 最近的一次就是他在2020年的時候他被下毒 後來他被送到這個歐洲去療傷 在那個過程期間在俄乌戰爭要爆發之前 納瓦尼就被送回去俄國了 那現在他當然是一下飛機他當然就被這個俄國關起來 現在在獄中裡面 所以我們從這個回過頭來就是說 在主客觀的情況底下 普丁目前是地位是相當危險的 那麼在內部裡面也西方國家也安插了這樣一個人在 最後一個當然是暗殺這個情況 這暗殺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從過往的凱撒 羅馬帝國的凱撒到林肯 在斐尼南大公甘地到甘萊地等等 這些政治人物都有曾經過被暗殺的可能性 不過我要提醒一點就是說 暗殺這件事情他對於一個帝國來講 他不是一個瓦解 他是一個有可能是未來造成一個更大波然的一個可能性